在过去的几年,尽管我教练工作非常繁忙,但是我也尽量会抓住一些机会去参与各类校园的足球活动。 正是在这些活动上,我发现了爱高的足球器材,并且亲身体验过。 这几年下来,我发现爱高在足球器材的开发研究上超越了我之前接触过的所有的国内的器材公司。 就比如说,这个爱高的标志筒,它中间是镂空的,球员,尤其是青少年球员,在训练当中不小心摔倒,身体会压在这个上面,它能够弯曲,然后又能直接复原。 这些设计能保证球员不会受伤,这些小小的细节贯穿于爱高的每一个产品,这让我看到这家公司的与众不同。 据我所知,爱高长期以来投入大量的原力和物力研发产品,为国外的足球俱乐部提供训练器材。 记得我和球队一起去日本参加亚冠课堂比赛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爱高的足球训练器材在日本被广泛的使用。 后来,经过大家深入交流,我决定要和爱高来一次有趣的合作,我们一起来做一件对中国足球有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由我来担任爱高的全球技术顾问,把我几十年从事足球所积累的对足球器材的使用经验,和爱高在足球器材研究上的技术力量进行结合。 为中国的广大足球爱好者,乃至职业球队,提供最为安全,最贴近国际潮流的足球器材,同时,由我来给大家介绍和推荐。 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让所有意义足球,关心足球的中国人,都能够使用上最为安全,符合国际潮流的足球器材来体验足球,爱上足球。 同时,让我们中国足球界的优秀民主品牌,能够和中国足球一起,获得更多球迷朋友的关心和喜爱。 爱高足球器材,真正的安全,便携,专业。 感谢观看